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麼很高興呢,又是這麼快就可以跟大家見面了 在今天的一季經視頻裡邊呢,我會給大家帶來的是 路來的 2.8F 那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入正片 好的,我們要幹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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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它上方的这个顶盖 这样一来呢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更换它的对焦屏了 那我这边呢 也是要吐槽一下 路来的原厂对焦屏 还是比较暗的 可能你去换一块像Maxwell 或者是国产的对焦屏的话 使用的体验会好很多 那与此同时呢 也是从2.8E的后期版本开始呢 路来的2.8E是有了一个测光表 那这个测光表呢 在简单的这个光照环境下面 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光线一旦过于复杂呢 我觉得还是去用你的专用的测光仪器 或者是用手机测光会来的更加的准一点 那2.8F呢 又分为这个2.8F的白脸版本 以及呢黑脸版本 我这边呢 拿一台这个3.5F的普通黑脸版本来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所谓的白脸呢 就是它的拍摄镜头边上的这一圈 它是白色的 然后呢 它的字符会比较小 那相对来讲的话呢 白脸的这个机器更加受到这个收藏家的青睐啊 所以说它的价格也是会高出不少 那白脸和黑脸的区别呢 无非就是白脸是露来生产的最后一批这个2.8F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纯粹机械的这个露来双反相机的最后一代 那相对于这个白脸和黑脸的区别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区别可能大家谈论的更多一些 那比如说这支2.8F的白脸呢 是搭载了一颗蔡斯的Planner的82.8的镜头 而左边的这一台呢 是搭载了一颗施奈德的Xenotar的82.8镜头 那这两颗镜头呢 其实它们的成像素质 包括光学结构都是比较接近的 其实我觉得对大多数玩家而言 他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 那我觉得差别更大的就是这个露来的3.5F来对比2.8F 因为这个3.5F上面搭载的 无论是蔡斯的头也好 还是这个施奈德的镜头也好呢 都是75 3.5这么一个规格的 那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3.5F的视角会比2.8来的广一些 等效全画幅差不多是40毫米左右的样子 而2.8是45毫米 然后从光圈上来讲的话呢 2.8会来的更大一些 那这两者的区别呢 就会比较明显了 所以呢 我觉得 比如说喜欢这个35毫米这个焦段的玩家呢 我觉得选择这个露来的3.5F 可能会稍微更好一些 而喜欢50毫米的玩家呢 2.8F就是更好的选择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露来的双反的机器呢 就简单先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呢 还请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 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条视频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呢 也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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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